国民党团结 这一声团结喊给外界 也喊给自己人听 被封为审理女超人的 南投立委许淑华 拿下初选民调冠军 确定代表国民党出战南投 我们一定会让外界看到 团结的国民党 我们会互相互作 把县长跟对手都找来 要展现南投没有裂痕 女力团结 对抗民进党扎根的蔡培会 但可不是每个地方 都像南投这么好搞定 一起来支持朱六轮 选前不必会帮朱立伦拉票 桃源市议长邱义胜 跟站在旁边的鲁明哲 都想朝市长大位迈进 但现在不止他们 同党的立委万美龄 也虎视眈眈 但邱义胜兼任国民党 桃源市党部主委 也让地方质疑起 邱源兼裁判的声音 我们在地方生根了 很长的时间 那也一直都没有离开 喊出新竹有需要 我都在的国民党立委阵阵前 传出有意插其新竹市长 有一样想法的 还有立委林伟州 但现在卡在大新竹 要不要何必 让民进党前发言人 郑朝芳跟政务顾问 郑鸿辉过足不前 当然要备战2022 不向新竹默默准备起来放 南台湾的屏东相对比较激烈 退党的苏正清 最近跟民众党走得很近 埋下伏笔 民进党三席屏东立委 更是表态 选县长不缺席 我当过八年的副县长 平安的民众都会认知 我是副县长 那我们要承接盘莫安县长 第一名县长的好成绩 有人搬出县长接班人 有人打出正机牌 屏东街头更是已经出现看板站 2022县市长前哨站 已经闻到浓浓烟消味 TVBS新闻楼梁雄伟佳琪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